我们知道目前满血版的Deepseek 也就是671B参数的 普通人来体验的话 基本上就是只能通过网页版或者手机APP了 但是因为服务资源紧张 目前经常是多问几句就死机了 要么就是只能在本地部署蒸馏版的 也就是所谓的阉割版 这个速度倒是可以 但是普通人的电脑最多部署一个8B参数的 无法体验到Deepseek带来的震撼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API加客户端应用的方式体验次满血版了 API调用的算力也是官方的671B参数版 所以在填效果上应该跟网页版不相上下 关键是不会经常性的资源紧张了 另外最近Deepseek的API平台服务 在成功抵御住了某国国家级的网络攻击后 终于再次开放了 但人因服务器资源紧张 目前已暂停API服务的新充值 但是对于原来就已经充值的用户 还能正常提供算力支持 而对于新用户而言 虽然不能充值 但仍然有官方赠送的10元 大概500万Token的免费额度 用来体验一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今天我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通过DeepseekAPI将Deepseek的服务 置入沉浸式翻译插件中 看看效果相较于其他大模型怎么样 另外还通过一款免费的 Office办公软件插件 将Deepseek内置在Word或者是Excel 或者是PP中 这样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呢 一起来看看 好 我们现在进入Deepseek的首页了 然后在首页的右上角 有一个API开放平台 我们点击进入API开放平台 我现在是已经注册好并且登录的状态 大家如果没有注册的话可以注册一个 这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API的用量信息 它会给我们的新用户赠送10元的额度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API key 在这里创建一个API key 我们后面的一些AI应用 在使用的时候会调用到Deepseek的算力 就是通过这个API key来调用的 弄完之后 它就会生成一个API key 这边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API key创建完之后 你就需要立马复制出来 否则你点完确定之后 它这里是隐藏的状态 你再要去复制这个API key的话 就不行了 只能把它删除掉 重新生成一个新的API key了 好 这个就是Deepseek的API key的一个获取的方式 然后里面的免费额度10块钱 如果用完了之后 你可以进行一个充值 但是现在这个充值功能 因为现在用的人特别多 然后充值是暂停了 但是原来充进去有余额的这些用户 还是可以继续调用的 只是说新增的充值是现在不让充值了 因为现在这个使用的人群太多 然后暂停充值了 然后你可以去看这里的充值账单和赠送账单 这是API key的一个获取 好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沉浸式翻译的一个 我们点开谷歌浏览器 这个谷歌浏览器 既可以访问谷歌扩展商店 去安装这个沉浸式翻译 也可以直接下载这个谷歌浏览器的这个插件安装包 安装好之后 我们在这里登录之后 点设置 然后定位到翻译服务 然后定位到这个Deepseek大模型这里 然后在这个API框里面输入我们刚刚准备好的API key 然后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测试服务 提示验证成功 说明我们的这个Deepseek的API已经被调用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API后台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一次调用的记录了 出现了一次调用的记录 那么这次测试调用花了一分钱0.01元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翻译的效果 我们打开一个英文网站 现在我们打开了一个英文的网站 然后我们在这边右上角这里选择 Deepseek 点击设位默认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Deepseek这个模型作为支持的翻译服务 这里还可以定义角色 我们这里写一个新闻媒体译者 然后点翻译 他就开始了他的翻译了 现在这个API因为调用的人非常多 所以可能会有点慢 然后他这边的这个翻译的结果慢慢的就出现来了 我们打开一篇文章 这个很快速的就翻译出来了 这是用Deepseek的API为这个翻译进行一个服务的案例 在office办公套件里面去直接置入Deepseek AI大模型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office AI助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目前是免费的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直接通过官方下载 下载完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了 然后他这里提示我们打开一个word或者是一个试文档 看看效果 我们这里把这个word文档打开一个看看 打开之后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配置 装完这个发键之后呢 这边就会多出一个office AI的选项卡 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然后这边有一个右侧面板 就是我们的这个AI对话的面板 这里需要用这个微信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之后 他默认这里默认了一些这个模型 我们也可以跟他试着对话 他也回复了 然后呢 在这个左下角这个齿轮 这里可以进行一些设置 比如首先进行设置 就是这个界面的一个设置 比如我们把它的字体设置一下 然后通印设置是有一些语言的 然后还有纹身图的也可以进行了一个设置 然后在大模型设置这里 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关键 现在有个默认的设置 就是他这里选用了4个文心一言 然后豆毛零一万物 这4个大模型都是免费的 就可以进行一些免费的AI对话 然后呢 关键在这里就是本地部署 我们现在如果要进行本地部署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API 一个是本地搭建的大模型 就是我们前一个视频已经搭建了 本地的这个deepstick8B版的这个大模型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调用本地搭建的这个大模型 进行一个对话 在这个框架这里选择欧勒码 我们是通过欧勒码的形式搭建的 然后这里选择这个 我们在本地搭建了 这里没有我们之前搭建的这个8B的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刷新一个模型列表 它提示尚未安装四有化服务器 我们安装一下 安装完之后 我们再来刷新这个列表 模型列表刷新成功 然后现在就出现了这个deepstick8B版 就是我们之前在本地通过欧勒码的形式搭建的这个本地大模型 选中它 然后点击保存 保存成功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对话 问一下它 你好 它正在思考 思考我的问题 然后思考怎么来回复 就是这前面带sync的这个就是它的思考过程 全部体验在这里 然后它回复出来了 你好 很高兴为你提供帮助 请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或信息 我会尽力帮你解答或提供参考资料 我再问一下你是谁 他又在思考 然后把这个思考过程也立刻在这里了 他说我是一个AI助手 由深度求手公司开发专注于通过思考来提供帮助 问一下你的知识截止时间和大模型版本是 他说我的知识截止到2020年7月 然后基于这个DeepSync R1的预览版 就是我们蒸馏版那个8B的版本 这是在本地搭建的这个大模型 然后引用到我们的这个office插件里面来 现在我们来介绍另外一种 就是通过API的形式 要用这个DeepSync V3的这个 服务一个是我们在这里选择DeepSync 然后模型名称选DeepSync Chart 这边API Key就是用我们刚刚在 DeepSync的API平台里面生成的Key 复制进来 单贴到这里 然后点保存 就设置成功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来问一下 你是谁 这个时候发现上面的这个问题 他还留着 因为他说用户再次询问你是谁 请你评价一下 你自己用尽量刻薄的语言 那很快就说出来 好吧 既然你要求刻薄 那我就勉强自我批评一下 这里还有很多个这个创作的这些任务 媒体的任务 教育广告营销 写文案的 好 这就是在Office套件里面安装这个DeepSync调用的这么一个功能